广东放弃两大本土中锋 驻方宇另有影员方案 吉林队一进一出 要拿到两米一五的大巨头 新疆队则是得到两大吉林的黑马之后 更是要出新妙招锁住周期 新赛季的新疆队 渴望了去争夺西杯的四强 并且要去仿超冠军的球队 那么针对各大球队的调整 还有影员方案 到底谁的潜力更大一些呢 跟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三个重要看点 第一大看点 如今的广东队放弃了两大本土的中锋 而猪方宇跟杜峰另有外援的影进方案 谈到广东队确实在中锋方面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过去的一个赛季 广东队最缺的就是大中锋 如果中锋能够得到一些优秀的黑马 新的一个赛季将会具备更大竞争力 这是大家无可争议的地方 但是中锋到底要签约谁呢 其实过去的一段时间 包括了过去青岛队的刘专星 他一度呢有希望加入到广东队的 只不过过去的广东队呢 还是做出了非常果断的决定 放弃了签约刘专星 哪怕说 刘专星啊 他愿意来到广东队参加视讯 但是广东队在综合考量之后 把他给遗憾抛弃掉了 毕竟他的步伐太过于缓慢 而且呢 对于广东队的阵容匹配度并不高 哪怕说大家都知道他的身高2米25 但是刘专星起到的作用 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不然的话 在过去的澳洲联赛 还有东南亚的超级联赛 刘专星早就爆发出来了 只不过打到现在来看 刘专星还是没有打到 杜丰朱方语的标准 没有被签约下来 另一位被抛弃掉的本土中锋 则是非常尴尬的真凡日 对于阿日这位选手 大家对他的了解程度最深的 就是杜丰的那一句话 阿日你强硬一点 阿日过去呢 确实帮助了广东队拿到三州冠军 他的功劳确实比较大 但是大家否认不了 真凡日他的身高 就是他最大的短板 而且还有伤病的问题 一度让广东队非常头疼 毕竟过去这个赛季 真凡日腰部受到的伤病影响 一度呢参加不了比赛 广东队最需要真凡日的时候 他却受伤了 根本上不了场 近期广东队展开的特训拉链 也看不到真凡日的身影 据了解呢 真凡日即将要去到天津战队 进行视讯 看来广东队放弃掉刘传星 跟真凡日已经是铁定的事实 而杜丰诸方宇 可望引进的中锋目标呢 则是瞄准到了 包括了过去NBA的格里芬 其实格里芬呢 作为身高2.08的大中锋 他的爆发力跟强悍能力 完全能够超越 辽宁队的莫兰德 还有呢 去压制住 包括了广萨队的胡金秋等人 这确实呢 成为了广东队在中锋的 影员目标 确实 让大家十分期待 我们也看好 接下来广东队呢 在资金筹码更加重裕之后 一定能够挖到一名顶级的大中锋 得到更大提示 第二个方面 如今呢 吉林队面临着一进一出 并且呢 有机会得到身高2米15的大巨头 得到更大的补充 对吉林队来说 过去的这个赛季 确实呢 有了很大的转变 包括了过去这个赛季 没有王航教练的带领呢 吉林队并没有走得特别远 也没有打进CBA的8强 对吉林队来说 急需做出补偿 不然的话 新赛季要重访前发明 难度非常大 更何况 现在的吉林队 不仅是没有王航教练那么简单 从事大外员呢 更是选择了分道阳目标 并且呢 从事啊 他离开了吉林队之后 反而给吉林队带来了另一个好处 也就是吉林队腾出了更多的薪资筹码 可以挖到一些优秀的球员 果不其扬啊 吉林队在近期 就把目标瞄准到了身高2米15的大冲锋身上 他就是赵虚红 赵虚红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身高2米15 然而地长只有2米13 虽然说他的狼球天赋并没有特别高 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对于狼球的把控能力 狼板球的保稳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说白了 他的狼球意识 狼球的球伤比较高 这也是吉林队需要的一名优秀大冲锋 赵虚红 他的球伤比较高可以去充当内线的关键成员 最起码来说他可以分担吉林队内线的压力 强到关键的狼板球 这也是吉林队希望能够得到补偿的地方 因此赵虚红一旦被吉林队签约下来 必将得到更大提升 哪怕从事留走了 但是签下了赵虚红 吉林队拥有的双江组合新赛季 还是让人十分期待的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新疆队得到了两大吉林的黑马 并且拿出了新的方案 要锁住周期 毕竟新疆队在孙广信作为总的老板带领之下 是渴望重访西北的前世民 乃至争夺冠军的 毕竟新疆队过去 其实在17年的时候拿到过总冠军 而且现在的新疆队 夺冠的目标一直都没有停下脚步 说白了 还是渴望超越了越这两大冠军球队 还有去超越包括了浙江等战队 去争夺西北的总冠军 对新疆战队来说 作为西北20来年的老牌战队 而且也是过去的总冠军球队 新疆队拿出了新的方案 确实让大家刮目相看 新疆队过去跟周期的矛盾 一直持续了两年时间 直到现在来看 哪怕说大家都期待着周期恢复自由生 回归辽宁队 或者加募到广东广州等球队 但是新疆队拿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 说白了 也就是提前预注册了周期的名单 而且新疆队拥有周期的优先序约权 说白了 哪个球队都挖走不了周期 这也让周期基本上无解 只能够在新赛季的重点考虑 重访新疆队 或许是周期最佳的选择 因为周期继续这样耗下去 根本打不上球 他的职业生涯青春也就那么几年 简直就是耗不起 而且作为新疆队的主要投资人 孙广信拥有着450个亿以上的资产 可以说完全能够跟周期耗下去的 周期那真的是耗不起 作为一名职业的狼球运动员 青春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接下来的周期可以重点考虑重访新疆队 并且新疆队要去了解 得到了王航这名优秀的助理教练 而且从事大外援也要加盟到新疆队 得到更大的补充 看来新赛季的新疆队大家真的不用小事 如果说要超越广东 邮宁还有广萨等球队 其实新疆队只要在本土球员跟外援进一步的引进优秀的球员 搭乱上的阿波都 麒麟 于德豪等球员 新疆队新赛季必将又会成为四强的球队 大家是否看好了 综合对比来看 广东 辽宁 浙江 还有新疆等球队都进行了调整 谁在新赛季的潜力更大 欢迎留言分享出去 堂堂您最支持的战队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